白尔高在晚间发生了翻车的意外 有一位男子开着一部乡行车 在南下39.6公里的地方 轮胎突然一下爆胎了 结果整辆车是翻覆横躺在高速公路上 驾驶也受到了惊吓 索性和他这个太太两个人都只有轻微的擦伤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白尔高上一辆乡行车横躺在路中间 警车与拖掉车赶到现场堵住车道 他后方来车没注意会撞上 而车上的驾驶吓得跑到路间等待救援 这起意外发生在4号晚上11点多 男子载的太太行经北二高在南下39.6公里处 轮胎突然爆胎 结果整辆车在高速行驶中翻覆 事迹发生的太突然 警方穿梭在高速公路上指挥交通 显向还生 而消防队员也赶到现场待命 怕汽油外漏 汽车会起火 昨天整起事件只有驾驶太太 腿部受到轻微擦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周旭游李隆生台北报道